大家好,我是史巴托 天堂2革命2.0改版重点 二次转职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让人最关心的二次转职任务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从新的职业开始了解 这次透过2.0的改版 每个种族都新增了六个职业 当你完成了二次转职的任务 便可以转为新的职业 新的职业将会与各种族职业的特性相符 增加新的主动技能与被动技能 能使角色更加强大 特别是增加了主动技能专用栏位 各职业将可以使用救急技能 救急技能代表着最强的技能 也可以使用这个技能 施展出华丽的效果 接下来则是二次转职的进行方法 在进行二次转职之前 首先要先达到250级 当达到250级时 右上方将会出现转职任务 点击头盔模样的图示 便可以确认任务的内容 二次转职任务 是由总共七个任务线所构成 提醒各位 任务线是以阶段性的方式 在250级 262级 271级时进行 还不只是这样哦 若想要完成二次转职 需要先开始转职的任务旅程 使用转职任务的奖励 巨人精髓 刻印转职旅程的三种图文的话 便可以完成二次转职 别忘了 刻印封印药水的顺序是 席林的图文 英海萨的图文 格兰肯的图文 完成二次转职时 将可获得第三职业的主动技能栏位 请注意 该栏位只能设置第三职业的主动技能 第三职业技能 与现有的主动技能不同的地方 是除了使用技能点数金币之外 还新增了技能升级时必要的道具 下聚人的秘密日记 下聚人的秘密日记 可借由组合被遗忘的日记碎片制作获得 别忘了 下聚人的秘密日记 及被遗忘的日记碎片 可透过完成转职任务 以及完成时空裂缝噩梦难度时获得 今天介绍的二次转职内容就到此为止 是不是觉得获益良多呢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再见 微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